《流氧洞造浩華勇章》 粵劇講究聲色藝兼備 強調唱臉造打的基本功 畢竟是聲音先行 對聽章人士來說 要透徹地看大戲已經不容易 如果還要上台演出 又有沒有可能呢? 社企閃耀娛樂製作創辦人黎麗霞 展開粵劇共融計劃 邀請師傅開班教授龍人演粵劇 讓他們過足戲癮 我們邀請龍人做起舞台 我見到他們很有趣 每次我們演粵劇場 他們都很留心地看 然後告訴我他們很漂亮 但他們聽不到他們做甚麼 聽不到他們做甚麼 聽到一些鑼鼓的聲音 他們說很漂亮 然後很有心機看 我就在想 我們見聽的 可以隨時找師傅學習上去做 但是龍人想學 那怎樣呢? 其實有沒有人肯教他們呢? 還有有沒有平台給他們學呢? 黎姑娘認為 約細社群很少演出的機會 所以就決定開班教學 剛好遇上疫情 公司有很多工作都要暫停 反而有充裕的時間去實行大計 於是今年年中起招募學完 再邀請粵劇演員擔任老師 目前有四個學徒上課 將會在粵底網上直播演出 由龍人演戲 盲人配樂 和常人唱戲 絕對是一項新挑戰 我自己覺得最難的就是 在中間有時候 沒有歌詞的過渡位 我怎麼可以令到他們知道 中間還有多少時間 才做下面一個動作呢? 如果在舞台 我們有一段時間 將扭音當作符容像 因為他們聽不到 我自己考慮過這個問題 因為很難遷就的 所以我就跟唱片直唱 直唱之後他們去拿 拿蠟燭和拿線 因為又要將扭音當作符容像 用一張明朝庫碼去拿東西 然後回來夜半跳燈 舞台大小 足以影響到他們 準不準確的 我會想多一點 可能有時候 設計多一點動作 讓他們知道 做多一點動作 就可以再到下面的動作 連貫性就會好一點 除了拿捏節奏 溝通困難都是一大難題 幸好有阿晴協助手語翻譯 不過都有意想不到的困難 原來有些歌詞 是手語無法翻譯的 好像拜仙帝 江山劫那些都很容易做得錯 因為是山 山 皮箱是毒理的 但是是孤代那些俗語 做不到皮箱 但是又不可以說毒病 所以要做給他們看 是這樣 剁毒 因為漁劇的壽語都不會 不是很多都不是很專業 所有都會用 身體語言和動作給他們看得懂 起碼他們做 是這樣的意思 粵劇共融計劃剛剛起步 這個星期六 就會率先在網上直播演出 兩個學徒會出現帝女花 裡面一段的香腰 當晚所籌得的款項 會用來繼續支持計劃 讓更多的聋人可以學習粵劇 而且他們也都 個個都表示 可否再跟著 以後還有這些計劃 我可以繼續學 其實就是說 他們都很有心機學 很有興趣想學 我覺得 如果你自己是有興趣的話 有志者事景成的 我相信都會有機會 可以再繼續學 努力就可以了 嘗試 我相信